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香港的第几天 今天我们是会去 红罗湾一带啦 再继续吃包香港 平时都是很喜欢投诉酒店的 可是我不得不讲这个酒店哦 蛮不错的 它的床有意外的舒服了 昨天隧道还是我们太累哦 它这里还非常靠近订订车站 就是在大门口转左边 就到了咧 它的车站就是叫水盖 如果你去到好像 咬进王那些地方 就没有订订车坐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坐订订车 尽量坐就坐多一点 我们后面会去咬进王的时候 就没有机会再订订车了 ok 然后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去吃一个早餐啦 酒店的早餐 我们现在去拍箱一下 Let's go 哇 这里的早餐非常多选择咧 还有起司哦 然后它这里有秀买 该我吃了一个 这个早餐有西式咯 然后也是有中式的 中式是吃那个鱼丹粉啦 它还有的现煮omelet 我们叫了八满罐 全部料都放了 它可以选啊 你要什么料 然后这个大概是这样啊 它的早餐 ok 在剪辑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原来没有开卖 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我们就去了这个 在大围站附近的华卉小食 吃首饰鸡粉 然后我们还有点了一个马台水啦 料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咧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 首饰鸡肠粉 这个肠粉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它里面是有首饰鸡再加肠粉 然后再搭配一些麻酱 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那个芝麻也很香 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try一下 ok 我们吃完了我们的首饰鸡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try咧 蛮特别的 这个人哪里想 折自己不懂 我们吃这首饰鸡是在大围站下车的 要转那个前蓝线的 因为现在我们要去Science Park 我们去看Science Park那边有多美啦 Let's go 我们的那个partner就是介绍我们 这里其实蛮美啊 教我们怎样走啊 然后我流鼻血 我的鼻子太干了 香港很狗啊 感召到流鼻血 一点点包啊 一点点包 看起来很美的 那个地方在哪里啊 ok 然后因为外面下很大鱼 所以还有我们的plan 我换了一家 我们现在来了New Tao Plaza 这里吃文鸡甜品 这个是当地人介绍的 我们叫了一个 我们叫了一个 雪山梦果 塞迷牛熊鸡 对吧 它的有点买家秀跟卖家秀啊 你们看它的照片 吃看味道怎样啊 它的这个汤圆蛮糯的 它超多细密度 它还有一颗奶油 它的芒果有点淡 有点酸 不够冷 所以还要冷一点更好啊 这间店的汤圆 应该是它的signature来的 所以我们就叫了一个 汤圆的 黑糖桶 卖相比较好一点 有花生 然后有黑芝麻 黑糖 很Q耶 这是它的汤圆啦 还不错 又不会很甜喔其实 黑糖味也是蛮香的 因为一口接一口一直想要吃 ok 大家 这个New Tao Plaza 其实还是蛮新的 我听讲这个 末是新开的 我们现在继续搜索 看下还有什么东西光 大家 我们看到永洲椅 永洲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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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New Tao Plaza 有Snooby乐园 而且不用钱了 在三楼 给大家看 很可爱耶 11点到7点 开放时间 好像是可以坐船的 下雨所以没有开放 很Q耶 哇 由于天地不稳定 过份食丝将会贊成开座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怪兽大厦 怪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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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搭丁丁车来到这里 这里叫船屋里站 就是丁丁车到船屋里站 然后就走路一两分钟就可以到了 想要省时间的话呢 就搭去台股站 所以丁丁车 我们刚才从沙庭开始算啦 坐丁丁车需要一个小时半 做了我屁股痛 可是沙庭没有直接到啦 是我们搭沙庭到甘中 甘中那边搭丁丁过来的 如果你们直接去台股站的话 就方便咯 你们沙庭直接到台股站 36分钟 现在我们现在拍甘 甘修大厦 这个怪兽大厦给大家看 我们一个住在那边有密码吗 是啊 现在我们就去铜锣湾 对吗 去找雲基吃 我们的晚餐 这次回铜锣湾 我们做去台股站 大去铜锣湾 Let's go OK 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铜锣熬来公司 这个是当地人 highly recommend的 我们叫一个西美熊培蛋来 我们还有叫一个巨扒包 我们先吃看这个熊培蛋 这个喜欢喝奶的 ok的 奶味很重 它上面有成那个皮的 吃看那个皮啊 它就是那个牛奶 很fresh的牛奶的味道 那个皮超好吃的 只有一成吗了 没有了 我吃掉了 下面超香它的奶味 很滑 超级滑 你一吃下去 整个 进去嘴巴也没有了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吃牛奶的话 我会很接应 因为它的奶味真的很重 巨扒包啊 它是 里面就是很dry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片巨扒 然后擦一点牛油味 然后它这个皮是有烤过的 里面有permato 还是什么 有点干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吃巨扒包 是有放sauce的 会放permato sauce chili sauce 这也是干干的 可是它的这个皮炒香啊 它里面有擦牛油 那个牛油也是蛮香的 它的猪排就是很juicy 但是我还是很想要点dormato sauce 我们try去扒包 去扒去扒去扒包包 它面包真的是很脆 不错啊其实是不错 讲是有点干啊 要吃也是很好吃 非常推荐的 现在问到下一仿 留到最针的 musicians 这仿佛性就会来蛋 然后我们的下一站来吃が 看不到牛猪应该 我想不要加那个《知弃牆紙》 所以它对 没有吃牛的人也是蛮友好的 然后它可以加辣椒酱的一些 呃 我先吃一个原味的 我是吃这个 鱺鱼收的 嗯 吴唇 Heart很有撑屏 我们两个都有叫萝卜 非常最好吃的东西 试试看它的汤 汤的味道比较淡一点 好吃吗萝卜 萝卜还不错 蛮甜的 它萝卜很甜的 超甜的 而且很辣椒 你吃切仔米呢 一定要叫萝卜 超细汤 吃它的面看弹不弹压 辣椒油 放一点给我 辣椒油 你来这边吃哦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推荐妖米的 这个辣椒油很像 哇它的辣椒油很像哦 你有放很多吗可以 它的面没有这样好吃 它的料就OK 它的面煮到就 没有弹牙 还是要叫妖米啊 不是妖米啊 那个油啊 不是那个油啊 叫错了啊 这间推荐的是妖米啊 油啊 油啊 叫错了哦 我们两个都叫一样了 可是它的料有少吃 所以大家来 可以try它的油面啊 油啊 这个油啊 不要叫错了 OK 我们做了那个溶剂粉面 大家要加那个辣椒的时候 记得剩剂 加一点点就好 加进去那个汤 它虽然变得很好喝啦 那个汤 可是哦 很辣 而且该怕有那个 萝卜根辣 吃到我滴水一直流一直流 它是有底销 底销一定要38块一个人 只是它一碗面就已经38块了 所以大家可以try一下啦 OK然后我们现在回去酒店那边了 我们明天见 明天呢我们是会去 深水泡一带的 去吃当地美食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就Let's go OK我们已经到了 深水泡 A2出来就是鸭流盖了 这个鸭流盖有点像那个 Badaling street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那个蛋鸡 在哪儿 来吃鸭蛋鸡 是它的出名的鸭蛋鸡哦 我不能吃牛 所以我就叫了一个羊 就是一个 一片羊 然后我们也叫了一个 塞多西 它皮烤得很脆哦 可是它是完全没有什么酱料的 就是 干干吃了 这个鸭蛋鸡 这个不很干的 它都很珠奇现在 它都很牛肉 我刚才破戒了 我忍不住我去吃那个牛的 很好吃 这个牛的很好吃 它有那个鸡鸡蛋鸡 超酥脆的 那我们的那个塞多西也是到了啦 有放那个蜂蜜啊 牛油 你跟美来西亚吃的不一样 这个很好吃很香 然后它那个皮烤得很脆 每了一口就那个牛肉的那个汁 跑出来了 我们也是有叫了一个铃蜜啦 这个铃蜜还不错 它的柠檬给很多 里面 这个铃蜜很好喝 这个也是很贵啊 20块一杯 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的早餐 101元 面包 吃了101 不过60块马屁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鸭柳街啦 去那个福文街去 福文街啊 福文街啊 各位 请问这位先生 你要把我带去哪儿? 这个就是鸭柳街啦 其实它这里没有这样走开了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们那样走来 现在是11点 他们也是陆续慢慢开单 这里 比较多卖那种电话壳啊 手机壳 手机壳 手机贴膜啊 大家一直可以来逛逛啊 真是很像我们的Badaling 所以我们走走一下 跑到来这个 上水泡文贵街 它觉得大家可以来看呢 蛮多东西看的 这边整条街都是卖玩具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 这个很可爱 这个巴士去高龙城的 还有刷花的玩具哦 80年多一个橘卡奥 这个也是超cute的 这个开心吗 开心 我们来吃 我们来吃 很紧张 刚才我们在order的时候 我本来是要叫那个 鱿鱼的 然后一下子变那个 鱿鱼丸了 嗯 我们的广东话 有限公司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叫的是 我先喝一口汤 看一下好不好喝 嗯 它的汤很浓耶 先吃一口面儿 蛮大碗耶 本来我们想叫一碗鱼 我们不敢 它这里非常多那个酱料 可以自己夹 先吃一口那个萝卜啦 它们现在入不入味 萝卜超入味 好吃的它萝卜 刚才我跟那个阿姨讲 我要萝卜跟那个碗 她讲蛤 够食吗 我们就有交两碗80多块 然后我从她那边 偷了一个咖喱鱼蛋 嗯 抽谈牙 它的鱼蛋是浓 没有嚼劲哦 大家可以夹这个鲜菜耶 很好吃耶这个 刚才我家了我自己那边 它有点辣辣 咸咸咸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吃完了这个文记车载面 吃在这里哦 然后它是一排哦 它有四间店都是它了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里排队啊 非常多人排队 它是有连续几年的米勤啊 我觉得是不错吃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来香港吃台湾的甜品 然后我叫了两个 因为它这个最低消费啊 30块一个人 这个就是那个奶冻啊 还有给一个干净又卫生 这个的料蛮多咧 有珍珠仙草 还有汤圆 红豆 芋圆 玉米 多咧 它的红豆没有煮到暖暖的那种 它是有口感的 它的红豆是可以咬到一粒一粒这样子咬 可是它本来不够冷耶 它的芋圆就没有台湾的Q 小时候是好吃的 它不够Q彈 有点黏牙 我要吃这个 这种会QQ圆 这是比较薄一点哦 看起来 真的没有酱甜 我喜欢吃它的珍珠 它珍珠蛮弹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 我来吃琼帆 在厕所门口吃琼帆 嗯花生酱来了哦 甜酱加花生酱 这是四条10块 我喜欢团牙 然后我们也是有叫那个萝卜 跟那个薯皮 没有位置做 这里的服务态度 这个台湾超烫的 它直接推给我耶 让我拿着 这个萝卜啊 它会不会入味啊 我喜欢喝那个花生酱的味道 它里面有成本超团牙 还不错啊 什么服务态度 阿水又来抄牌啦 快点走啊 我们现在去吃什么呀 豆腐吧 我们呢本来是要去吃豆腐啊 然后我们就突然间换plan 来吃这个熟食中心啊 这是在一个高楼大厦上面的三楼 看到这个台雷 台排桶 来试下它的小王草米啊 很油的这边 整个地上的油油 做腹全部一直油油的 大家如果有洁癖的话不要来 这个小王草米是68块 蛮大碟啦 你看很香哦 刚才上菜的时候 我吃一口看 有点干 它68块哦 它是没有霞没有鸡蛋的 它就是草米 小王草米 它的味道是不错啊 炒到很有黄黑 它就放很多那个洋葱 芽菜 我点一下它的辣椒啊 其实越吃越香嘛 第一口子很干 可是它越吃越香 它的椒是咸的 咸辣咸辣的 还可以吃啊 它是越吃越香咯 那个味道 那个火候的味道 可是很赛啊 它就是一个小王草米吧 也就是只有洋葱 还有那个豆芽 有没有 它就在一个cocot这样子了 它蛮多档都是它的 它叫天粒 诶 它叫大粒 大粒大排档 这里真是很道地 它那个洋葱味是甜甜的 然后你配上这个面 这样子一起吃 就有夹到啦 那个味道 这就是我们的小王草米 它讲巴基远山也是有 卖小王草米 跟马来西亚的小王草米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有一种枉黑的 就是说 咸度啊 是马来西亚比较咸的 这个就没有这样咸 味道是不错的 会干嘛 小王草米有种是这样 类似差不多这样干的 是那种试吃的 其实 可以体验到香港的大排档 我觉得每个大排档 可能大同小意的 而且他们价钱也不便宜哦 这个就是他们的味道 香港的味道 我们终于体验到了 我们现在要去佐顿站了 等下我们晚上去佐顿站那边 倒倒看 有什么东西去 我们来吃这个甜品 加加甜品 我这个是有米其林的 2016到2023 这个是木瓜 是暗春蛋 暗春蛋两粒 是暗春蛋 是暗春蛋蛋 是暗春蛋蛋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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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暗春蛋粒 是暗春蛋粒 两个都是粒 木瓜等到精英剔透 它暗春蛋蛮甜的 很苦的感觉 这个 它吃的是那个暗春蛋 暗春蛋蛋粒粒 好吃啊 好清甜 它有带一点酱味的 特别的暗春蛋蛋粒 去吃的 两个都不错啊 然后这也是有最低消费 20元每个人 它的菜单价钱 平均在26到35之间 草莓山底 这个现在有伯母8块 很便宜过喝水 它的草莓味是那种很香精的那种 它的平淇淋融很快 然后它这个是KicCat的 半价买还可以 它的草莓味很差 我们来吃门肯明的 门肯明的 门肯明的 它是有米其林的 然后我们叫这个是 塞庸 这个是50元 我们还有叫一个盖兰 这个很美啊 蠻香 我先吃它的盖兰 它很脆欸 它不咬不断 很香啊它的肯明 它这里旁边非常多调味料 那个面的 你要放什么吗 我先吃一个原味了 整只虾在里面的应该 好大致喔 超大致 超大致 很新鲜喔它的虾 它有蛮多粒的 你看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两粒 它这个面也是很好吃 Q彈 它的面是每咬一口都非常坎压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干水美 所以它那个也是好吃的 你知道吗 味道真的是不错 它的面是很Q彈 很有嚼劲 这个是杏汤晚餐 每一杏汤晚餐都有三粒食材在里面的 然后它一个肥也有三个 对啊 刚才我吃了一粒 所以每个杏汤晚餐都有三粒 当当肉 这个菜真是咬下去很脆 很好吃 我们家有四样就是六十三万的 差不多换到来三十七块嘛 必须看 我们家有一个炸带状 哇哦 炸带状 这个有味道的 这个皮是炸到蛮脆的 然后蛮juicy的 这是Bacon香腸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蛮香的 它有那个Bacon烤到脆脆的 上面都有擦那个它的米汁酱 这个是猪肉筋 猪肉筋 猪肉筋也是不错啊 有点像泰国的那个串烧 它的那个肥瘦很均匀 然后我要吃这个最贵的茄鸡 这个茄鸡26块 可是它的茄鸡蛮大个的 这个超香啊 这个很好吃耶 超脆的啊 里面的水分你们可以看 你看它的水在低欸 你看 喜欢茄子一定要来吃 它一咬就是 会有一点烹炸 然后很烧 然后你吃了佐顿烧烤 觉得口渴的 可以去对面那边买 果汁 这个是鲜炸的哦 菠萝 蜂蜜 三个加一起的 这个超好吃的 它有淡淡的那个菠萝味 很香的蜂蜜味 一起吃我们的串烧 我们来下一站 继续找吃 我们又吃了 看到呢 附近那边有一个叫 它有这个鱼蛋 它鱼蛋不是咖喱鱼蛋哦 它是蜜汁中鱼蛋 14粒20元 蛮辣的 鱼蛋很酸 它这个酱黄好酷耶 这个辣辣的酱很香耶 很辣 很辣 很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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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OK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